一个故事一部童话 欢迎收看童话故事会 如果说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一种物体 都是大自然的刀斧神功 那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 让大家看一看太阳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 环环相扣的像工厂一样的地下工坊里 一位僧人生活在这里 与他相伴的只有一只可爱的小狐狸 僧人每天都会来到工坊中央 吸取天地之精华之后 开始一天的工作 与此同时 小狐狸也被散发出的光芒所吸引 来到了僧人的身边 僧人把权杖一般的铁管 插进烧的通红的火炉中 下一秒钟就取出了通红的火团 然后他拿着铁管再次来到工坊中央 吸取事业之灵气 深呼吸后一鼓作气地吹向铁管 只见铁管那头的火团逐渐开始膨胀起来 僧人此次的吹气看起来还算是成功 玻璃气泡此时已经形成 然而下一秒 他就停止扩大 冷却成为了一个不规则的玻璃 僧人把这块玻璃气泡扔在了一旁 而角落里已经有许多和他一样的失败品了 这一次次的失败并没有让僧人放弃 他再次来到了火炉旁 重复着刚才的动作 取下了火团 小狐狸时刻帮他盯着火团变化的过程 他们心有灵犀 配合得十分默契 终于 火团越来越大了 就像一团夹在着火焰的龙卷风一样 逐渐把僧人和狐狸吞没 说时迟那时快 僧人和狐狸突然合二为一 升级后的僧人把火团凝聚在一起 然后用尽神力 把他送出了天空 被随着火团的升起 天空中的云彩一点一点的亮了起来 整个世界也开始有了生机 原来 那工坊里的僧人便是我们的造物主 他费尽全力 只为了给我们制造一个太阳 这世间存在的一切 都有他们存在的道理 冥冥之中 也许真的有造物主在为我们的生存 一点一点的添置着各种物体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 关注留言并加转发哦